然后呢张周生不是当选为他们的船长了吗 新船长就把所有的压缩饼干拿出来 分了五份 每个人的一小包 一天的两小包 每小包里边是三小块 一块多大呢 就跟那个麻将牌那么大 就这么点 早晨一小包 晚上一小包 中午就不吃了 他们一算账 这个压缩饼干能吃一个礼拜没问题 他们一直相信 一个礼拜之内一定会有人救他们的 但是现在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不是食物 是淡水 所以呢张周生提议 从今天开始咱们自己喝自己的尿吧 这是补充水分 唯一的办法了 大家呢并不感到特别的悲观 因为他们很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会想着救他们的 那么按照规定 这个德宝伦每天得跟广州总部联络一次 得报告船的方位 天气不好 每天要报告两次的 要联络两次的 那么你连续两天 总部都接不着你报告方位信号 总部就知道你出事了 对不对 所以下部会想尽一切办法救你们的 这大伙的相互鼓励啊 机长啊 一定活着回去 然后呢必须得把这次事故的原因告诉大家 让那些死难的兄弟们明目一下 那赖谁呀 不赖咱们呢 赖罗马尼亚人呢 太肯了 是不是 这哥五个还约定了 如果这次咱们不死啊 回到广州 一定到这个白天鹅饭店呢 咱们吃一顿 那么下午的时候呢 张周生捏了鼻子 把自己的尿喝了 这个尿啥味呢 我是没喝过啊 老张自己说 又色又苦啊 温吞吞 黄邓邓啊 哎呀妈 一闻那个味啊 就哪些呢 端到嘴边啊 直冲鼻子呀 但是你不喝不行啊 你不喝意味着死亡啊 人不吃东西吧 可以活个十一天 但是你不喝水啊 几天就死了 是不是 郭德胜呢 也把尿给喝了 但是啊 其他另外三个哥们啊 做不到啊 臣妾做不到啊 这尿一到嘴边啊 他就反胃就吐啊 最后这哥仨 谁也没喝呀 最后这哥仨全死了 所以关键时刻 这尿该喝还得喝呀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迎来了 沉船之后的第二个夜晚 啊 抵足而睡 这个小皮筏子 在水面上面 一浮一沉 一浮一沉 那么第三天 有一种说不来的皮肤病 折磨他们 因为从沉船到现在 他们的衣服从来没干过 这个白天呢 这个衣服清了盐分吗 那海水有盐分吗 太阳一晒呀 绑绑硬啊 就跟盔甲似的 晚上衣服一反潮 年龄糊糊贴身不透气 然后身上长一些小点子 哎 又疼吧 又痒 然后被这个非常硬的衣服 一磨呀 就出血 海水一晒呀 每个小包都留一个小洞 躺出那个浓水 有一种味道 那么这个腥臭味 招来了鲨鱼啊 他们周边全都是鲨鱼 有来有去呀 有的时候钻底下 顶底下的 看能不能顶翻了 是这样的 那么只有张周生跟郭德胜 他俩一直喝尿嘛 那个尿啊 经过好几回的吸收 又喝又尿啊 已经非常难喝 就跟你买的 康石油冰红茶似的 那不是黄啊 那都发棕色了 跟大将似的 但是继续喝 继续喝 他们也适从补充点食物 那不有鱼钩鱼线吗 是不是 没有鱼饵好办呢 那不调的绑吧 但是啊 罗马尼亚人提供这个鱼线呢 也是劣灯品 好不容易鱼咬钩了 这一毫啪嚓下舌了 就是你想在海里面 获取食物的希望 也破灭了 啊 头两天呢 这哥五个还能聊会天 说点话 第三天呢 就不好整了 主要啥呢 咳呀 太咳了 特别是这个 朱亮洁呀 郭卫潮啊 还有那个二富啊 三天没喝水呀 这个时候你想喝都喝不了了 你再就没有尿了 你想忘除尿都没有了 嘴唇的全都干裂了 人是无精打采 吃饼干呢 你口腔里面都没有脱液 我告诉你 你嚼那个饼干 它就跟那个沙子似的 在嘴里面嚼了一双五 咽咽不下去 吐出来 就这感觉 那现在解决刚渴的 唯一的希望是下雨 但是放眼望去 万里无云呢 是不是 没有一丝云彩 就太阳在上面晃 那这五个人当中 最弱的啊 身体素质最弱的是 那个副水手掌 朱亮洁 这哥们一上船就哆嗦 一直哆嗦了四五天 而且这哥们这三四天 一直不说话 那 他们呢 在海上 搜寻着 他们希望出现一些船只 包含天空啊 能飞个一个飞机啊 是不是 没有 那 无边的大洋 一望无际 全是灰蓝色 连个鸟都没有 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这个嗓子呀 跟那个胸腔啊 就跟那个火烤的似的 哎 他们就像被太阳暴晒的鱼 特别是这个朱亮洁呀 他已经严重脱水了 就跟木乃仪似的呀 两个塞汪的全干瘪了 整个身上那伞都变了 那就跟死人差不多 那么晚上九点 他们看到远方有灯光闪亮 灯光在海上一起浮的 哎 凭经验 他们认为这是渔船 离他们有几海里 那 有一丝希望 但是当时刮那个季风啊 给他们刮的越来越远 离那个小灯越来越远 他们想要灯光联系 但是罗马尼亚 手电筒 破烂货 说是防水 一打开一看 电池都泡 泡成汤了 根本就没法用了 那赶紧发这个 就救救信号 火焰那个啪啪的 这火焰是挺亮的 离他们太远了 离他们太远了 所以说这个 他们自己能看见 对方也看不见 眼睁睁的看着这处灯光 这个小渔船 越来越远 最后消失了 到第六天 朱亮洁已经不行了 手脚开始抽搐 嘴里边塞满了饼干 咽咽不下去 吐不出来 瞪大眼珠的说不出来话 大家束手无策 只能安慰 老朱啊 你得坚持 再坚持一天呢 国内啊 就来救咱们了 下午五点钟 这四个哥们 眼看着朱亮洁 断气 四个哥们 把朱亮洁的尸体 缓缓的放入水中 一边说老朱啊 你先走一步吧 你等俺们 俺们随后就到 老朱的身体在水里边 忽悠一闪 就不见了 这个时候呢 死神笼罩下 他们每一个人 他们知道 如果一两天 还不能获救我 咱们的结局 跟老朱是一样的了 那么 其实他们对国内 救他们呢 其实已经失去信心了 因为他们已经 漂六七天 而且季风的影响之下 他们离出世海域 是越来越远了 就算营救也找不着了 这个时候 我告诉你 都已经漂出四五百海里了 上哪找去 那么点个东西 你说是不是吧 那几乎是不可能 搜到他们了 现在只能平运起了 只能靠过路船只 发现他们 但是在茫茫大洋当中 这概率是零了 因为你看大洋很大 但是我告诉你 船只走的路线 那个主航道 一般是固定的 就跟那个天然飞的飞机 你看天空很辽阔 对吧 但是飞机飞的 那个路线是固定的 别的地方几乎不会去的 这一辈子都不会有船来的 我告诉你 除非这船也出事 他自己飘过去了 对不对 是这样的 然后第七天的上午 二父呢 也是闭上了双眼 三个人呢 把二父放入海中 第八天 郭卫朝也离开了他们 走的是非常悄无声息的 早晨起来 小郭的身体已经僵了 那最后两位把小郭 放入水中 现在五个人只剩下张周生 跟郭德胜了 就是一直喝尿 那哥俩 他们现在已经渴得 说出来话来了 他们死不瞑目 他们想 如果咱俩死了 谁会把这个沉船真相告诉大家 而且这个罗马尼亚造船厂 还有十一条船没交货呢 对吧 你再来求这个船 你再出这事怎么整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国内已经谣言四起了 人们说了 哎呀 这帮船员呢 叛逃了 有的时候呢 被海盗给劫了 有的时候被杀了 是这样的 他们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 没人救他们 其实他们不知道啊 德宝伦出事第八天 轮船公司才把这个事 报告给交通部啊 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飘出四五百海里了 想救都救不了了 是这样的 那么到了第九天 他俩还能尿尿尿出来 这个尿啊 哎 只有一小杯 就跟大将似的 那个味啊 氨水味是非常重的 这俩人毫不犹豫 孤东家就喝了 啊 又迎来印度洋 一个非常漫长的夜晚 他们并不知道 明天 会不会醒来了 但是半夜啊 突然被一阵雨打 帆布的声音惊醒了 哎妈呀 下雨了 这哥俩就跟触电似的 张周生聊开这个 这个挡雨棚啊 一看 真下雨了 非常密集雨点 从天上飘过来 打在帆布上面 打在橡皮艇上面 那非常兴奋 这哥俩开始喝呀 哎呀 那个甘甜呢 这一般人体会不到的 你要是真欺负天意 你一直喝尿 你突然来点水呀 比任何玉业穷江它都好啊 啊 这哥俩就是啥呢 拿个这个 拿个雨棚啊 拿一个这个防雨布啊 接完之后 咕咚咕咚往里灌的 最后灌成啥样呢 灌成这个 这个水往上要你知道吧 一直喝到嗓子跟了 实在喝不清 还有人喝呢 啊 后来呢 这哥俩 找了一个烧烤袋啊 大概能装了10斤重的一个 淡水啊 他们想 这个晚上够喝一个礼拜了 那 从那天晚上开始 这块几乎天天下雨 大概他们攒了几十斤水吧 后来才知道 他们正漂在一个 雨水袋 但是非常可惜 他们那三个同伴 没有等到这一天 如果他们三个也喝尿的话 会等到这个雨水的 那么这个时候 绝处风生了 他们又增加了 回下去的信念 他们就想 老天爷不让咱俩死 咱俩得活下去 那摆脱了干渴的煎熬 现在面临的是啥呢 没有干粮了 没有吃的了 他们估计一个星期会获救 但没想到飘这么长时间 所有的压缩饼干 已经差不多了 没剩几块了 他们就把每天两小包 改成一小包 后来一天一小包都供不上了 就是一天一小块 一小块就跟那个麻将牌 那么点 一天就这一下子 就是一口 哎呀 实在那的不行才吃 鸽嘴里反复脚 慢慢品尝 舍不得下咽 吊一个渣都得捡起来 知道不 就这样 他们在海上 飘了一天又一天 也不知道飘了多少天 飘了多远 只有手上那个手表 滴答滴答走着 还有那群鲨鱼 一直气不舍 一直委屈他们 跟他们好几十天了 那么到第15天的时候 他们看见了一艘轮船 离他们大概有几十海里吧 但是他们眼睁着看着这个船 消失在海平线上面了 到第18天的时候 他们最后一块压缩饼干 吃完了 这个时候真是淡尽凉绝了 九天前 雨水浇灌 鼓起那个勇气 突然间也没有了 死神又来了 饿鸡眼 怎么吃啥呢 吃包装纸 包装纸没有滋味 咽不下去啊 没事嚼碎之后一点点腌 包装纸吃完之后啊 就把这个橡皮艇 上面有个小块牛皮吗 给撕下来 分成两块 吃牛皮 牛皮吃完了咋办呢 吃木塞的 因为橡皮艇上面 有几个堵这个堵漏的木塞的 把木塞的抠碎了吃 就跟那喝中药似的 木塞的也吃完了 那还能吃啥 凡是这个橡皮艇上面能吃的 基本都吃光了 再没啥可吃的了 一直到第二天的时候 有一个海鸥可能是飞累了 想歇一会儿 就在阀子周边 呗 落这了 这郭德胜已经瞄准的 快半个小时了 一看他来 啪叉就给抓住了 这海鸥其实不大 就跟小鸽子似的 味特别清 这俩人真是饿鸡眼了 我跟你说呀 活吃啊 连骨头带肉都没吐啊 直接就给干了 你知道吗 第二天又抓了一个 又抓了一个 什么连血带毛啊 带骨头渣子全都吃啊 这只再吃完之后就没有这个运气了 但是偶尔呢 风浪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浪会掀起一些小鱼 会落到这个阀子上面去 那他们就吃就生吃啊 简简就吃 根本就不吐了啊 实在饿得不行 那灌水饱了 反正淡水有的是 存了好几十斤 这个水怎么喝人去的 怎么尿呢 这个尿都没有散 就跟清水似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也在海上飘了三个多星期了 瘦的就跟木乃姨似的 一把骨头 他们这个时候 连做起的劲 他都没有了 周围依旧是无边的大洋 那几个鲨鱼 一直跟着 他们已经非常绝望了 在晚间张周生做了一个梦 梦了他妈妈了 他妈妈已经死了十年了 啊 是这样 他看见他妈走在前面 大声喊 妈妈妈妈 这个时候 他妈头也不会往前走 越走越快 他边追呢 边大声叫 他妈也不回头 越走越远 最后消失了 啊 后来他想琢磨啊 为啥他妈不勒的呢 我给他分析啊 就是他妈不想带他走啊 他妈要勒腾的完了 那他直接死人来的 跟他妈去了 是不是啊 第二天又做个梦 哎 全家给他办丧事 来了不少朋友啊 非常热闹啊 他媳妇 带着他小女儿 三岁 抱着他照片往前走 他姑娘说了 你们都扯淡 我爸没死 我爸还活着这么地的 做了俩梦 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到第二十二天的时候 他们已经奄奄一息了 处在一个半昏 半醒的一个状态吧 基本上是介于生跟死之间了 就他们也不知道是生还是死了啊 躺在救生房上面 他俩就跟两具尸体似的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的时候 彼此互相看一看 眼珠的转一下的 告诉对方 我还活着 就这个时候海鸥落在你面前 你都没有劲去捕捉了 那么1986年7月10号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海上漂泊了24天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处在一个弥留之际了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听到了一声气底响 哎呦我的妈 就跟打了一针强行剂啊 这濒死人突然间站起来了 挣扎着从帆布里爬出来 他发现离橡皮艇就几十米 停了一个大船呢 俩人同时喊了一嗓子 喊完之后就一堆烂泥一般倒下去了 因为他俩最后一死利息 在这海上当中用完了 那么这艘大船是日本的一个滚装货轮 叫三井丸号 这个船呢 是往欧洲送这个汽车 哎 运完之后从欧洲回来 这个时候啊 橡皮艇他飘离那个位置正好在主干道上面 离主干道不远 如果没飘这也不行 是不是啊 人家这个日本滚装团上面这个大副我就看见了 看完之后啊 就观察看了十分钟也没动静 他以为就是个空筏子吗 拉个气底准备开船了 哎 一拉气底他俩行了 他们俩个最后一次 绝处丰盛了 后来才知道 他俩飘哪去了 飘到马尔代夫去了 已经干出一千多海里了 你想他从红海 红海出海口那位置一直飘到马尔代夫去了 季风啊 季风影响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 三井丸号 放下一个救生艇 二父呢 把他们给扶上去啊 抬到医务室 给他们换衣裳啊 换毛毯 整吃的啊 这哥俩已经二十四天没闻着米香了 这一切跟做梦似的 一个小时前 宾死挣扎呀 现在一切非常的安详 非常田径啊 船长呢 叫白木招致 五十来岁 那就问 你们是哪的呀 这个跟你们公司联系呀 这个张周生 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叫广州海运 船长看了半天 他不认识 因为国际通行语言是英语 船长肯定会英语 但他那几个不会英语 船长还不认识中国字 这个张周生突然想起来 日本人管公司叫啥呀 叫诸事会社 他就写广州海运诸事会社 船长一看 明白了 这是他们公司吗 马上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跟中国国内取得联系 申请日本给他俩办签证 把他们先送到审户 然后从审户坐飞机去大阪 然后再回国 是这样的 非常快 一个报告 从这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发到了咱们国务院 据说呀 日本三井丸号在印度洋 救起咱们两位船员 当时的国务院交通部长是谁呢 钱永昌 钱老爷子是1930年生人嘛 现在还活着啊 钱老就意识到啊 这可能是咱们一个月前失联的 那个德宝伦船员的 这个时候立刻就召见 日本驻中国大使啊 就问三井丸号的方位 希望的避回日本了 你就直接新加坡挺靠德了 然后新加坡直接飞回来啊 那么在船上这几天呢 张周生跟郭德胜啊 受到这个日本船员 无微不至的照顾 他们在海上飘了24天呢 从来就没大便过 这肠子呀 已经沾一起了 大便不通啊 这帮医生啊 哎呀 就拿个小小圆球啊 我也没看上啥样事的啊 这看那AV 反正就有那东西吧 反正伸进去啊 挤点药水 给他们通肠吧 直到他们这个胃啊 几乎不能消化了 整点这个西周啊 包括苹果汁啊 苹果酱啊 给他们吃啊 那么在7月14号 他们被救起来第四天 船长跟他们说了 国内已经知道了 说呢 咱们你们中国呀 希望你们去新加坡 然后回国 哎呀 非常激动啊 7月15号 三井丸号到达新加坡 那全领船员 给他俩来了一个欢送会 那开了香槟 船长呢 唱了日本民歌 张周成也唱了电视剧插曲 什么渴望啊 估计啥悠悠 什么岁月啥的啊 然后这个时候啊 那个前部长说了 你们先别回广州了 先来北京 来北京 跟我聊一聊 7月18号 他们飞到北京 啊 在首都呢 受到英雄本的欢迎啊 这个时候呢 交通部的一个副部长 跟海员总工会的一个领导 到机场接他们啊 第二天 跟着咱们交通部长 讲述了一下遇难的经过 是这样的啊 一直到7月21号晚上回到广州 跟他的妻子儿女见面了 啊 那值得一提 还有一个事啊 几个月之后啊 罗马尼亚造船厂造的第二艘船 又是一个5000吨级的货轮 叫刘宝号 返航回国啊 他就吸取了德宝轮的教训呢 这个时候中国航运公司 特意派两艘船进行护航 过印度洋的时候啊 船员们把一些罐头啊 水滚啊 头向大海 纪念那些遇难的亡灵啊 保佑 希望他们保佑我们呢 刘宝伦呢 平安回家 他们确实很平安 度过了印度洋 船到新加坡之后啊 以为不会出事了 护航就取消了 结果没想到 护航一取消 自己往前开 开了一天 主机就坏了 这个刘宝伦也失去动力了 在风浪里边抛来抛去啊 我跟你说 差一点点呢 他也翻船呢 幸好附近来了一个中国远洋货轮的赶紧过来啊 给他护航啊 最后广州派拖船的才把这个刘宝伦拖回广州啊 才幸免于难呢 是这样啊 那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这个事啊 其实谁也不怪呀 是不是 就质量太差了 但是现在这个事我估计不能发生了 因为咱们国内的造船的技术和能力 在全世界已经很可以了 能排前面了 咱们也再也不用看别人的颜色 不需要买别人的东西了 是不是啊 那注意咱们祖国越来越强大 咱们的造船造船能力啊 越来越好啊 咱们这期呢就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一路的支持 跟陪伴 谢谢大家